好那么把这个商品搜索 讲完之后呢 其实我们商品模块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购物车的模块 关于这个购物车模块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 添加商品到购物车 在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面上 你就在我们的详情页面上 那么你到达一个商品的详情页面的时候 对吧 这边呢有一个加入商品到购物车 好你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页面上 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加减 对吧 你点击是不是应该数字增加 点击减少应该减少 对吧 手动数也可以 对吧 你最终你编辑完数量之后 我想加入到购物车 我是不是一点击加入购物车 他就应该给我加过去 对吧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首先啊 先把这一段的GS给大家做一下 比如我点击增加 他就应该增加 点击减少呢 就应该减少啊 那么这个GS呢 其实呢 我们需要呢 去绑定这个部分的点击事件 还有这个部分的点击事件啊 所以呢 我们找到我们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啊 我在这里面呢 找到商品的详情页面 然后我们就在这下方去定义这个GS啊 比如在这里面 我去写一个东西 这里面呢 我们写上一个啊 Static 我去导入一个几块文件啊 我先在上面load一下啊 load我们的 Static Files啊 然后在下方 然后在下方 我们在这里面写上一个对应的 Static 然后GS下面的 DQuery啊 导入它之后 我们再下面写代码 注意写代码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 我们说这个页面 你过来之后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你是不是应该去计算一下 这个总价格 这是不是有这个价格 还有这个数量的吧 两一乘是不是就这个价格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写一个函数 把它计算一下啊 就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呢 我们计算商品的一个总价啊 我们在这里面就是 在这边写一个函数 计算商品的总价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呢 定一个函数 总价啊 OK 那么我定一个啊 function叫做update啊 update 然后呢 我们的goose啊 amount啊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就计算商品总价的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获取这个商品的价格 还有它的一个数量 对吧 所以呢 你要获取一下它啊 看这个价格在哪 找到我们这个页面啊 然后那网上开始找 找到页面 首先看到一下商品的这个价格 是不是就它 然后呢 你注意它里面啊 我们首先看到啊 这个外层的这个span标签 是不是有class叫它 叫它对吧 所以呢 你要用我们的gequery来做的话 就是先把它获取到 dollar点 根据类来获取 就是点 show price 对吧 price啊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 子元素 对吧 叫做em 点 children 然后写上一个 我要获取哪个元素 我要获取这个em 好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找到这个em了 最终em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商品的价格 所以呢 你在最后点它的 text 对吧 就可以把它里面内容呢 给它拿到啊 那么这个最终呢 就是我们拿到的商品的单价 好 这一部分呢 我就可以呢 我既然拿到了 我就可以呢 去放到我们下面的这里面啊 在这里面 我就直接把它写下 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呢 去获取商品的单价 对吧 商品的这个单价和数量 和数量啊 下面这个单价我拿到了啊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数量在哪 数量在这边 网上继续看 哎 这个 它的 value值是不是就是数量 所以在这边你要获取它啊 看一下它有一个class叫做 那么 上啊 所以这边dollar点 那么 上 哎 它的value 就直接去点它的value啊 点value OK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上面一个数量 我就记得 con的啊 哎 把它写完之后 也是呢 拿过来放到我们的下方 好 既然你有了这个数量和单价之外 是不是可以计算商品的价格了 对吧 哎 来计算啊商品的价格啊 总价格 那么这个你看一下 你注意一点呢 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东西呢 都是字符串啊 你要进行数字的相乘 你要做一个转换啊 首先 那么这个price呢 它是一个小数 在这里面转换的话 有一个函数啊 叫做pass flot啊 passflot转换成一个小数 写上一个price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接一下这个值price 哎 这里面转换成一个对应的数据 好 con呢 是一个整数 那么转换成整数呢 有个pass int啊 account ok 那么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也转换完之后 好 下面呢 计算他俩的这个总价 直接呢 就是price 对吧 我第一个变量 就是amount 等于我们的price 乘以这个 con啊 好 做完之后对吧 下面呢 我就去 市制商品的 总价啊 市制商品的总价 那么你就看下市制商品的总价格 那么这个看一下要试试到哪个地方啊 继续往上找 找到他之后 那么 往下里面看到这边支付总价 对吧 总价你注意这边总价的 外面DIV呢 有一个类 叫做total啊 所以这边 $ 点 total 对吧 哎 他的 children 哎 他的子元素啊 叫做 em 你是不是要在em里面试制这个值 对吧 试制他的内容 我就写一个text 然后呢 最终要是这个内容呢 所以呢 我们就要在这边进行个设置啊 进行个设置 哎 进行个设置啊 所以把这部分呢 拿下来 设置的时候呢 其实呢 就是这个获取啊 只不过是获取的时候呢 里面应该设置成这个 amount啊 amount啊 啊 amount的话呢 你注意啊 那么在我们这边的话啊 你再去设置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 你一个小数 跟一个整数相乘之后啊 他的这个小数点的位数 可能不是两位啊 可能不是两位 那么怎么做啊 你在试制的时候 你要把它转化成一个两位的数字 小数啊 叫做 to fix啊 他这个tofix呢 哎 可以呢 把你的一个小数 哎 给他转化成一个字符站 并且呢 小数给你保留几位数字啊 比如说我要保留两位 我就写一个 二啊 好 最后 转化完之后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个圆 对吧 这个圆我们计算出来 可是 没有的啊 所以呢 你要最后 你要给他加上这个 圆啊 加上我们的 圆啊 加上圆啊 OK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函数呢 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页面一进来之后 我应该先进行一个调用啊 所以呢 我在上面呢 我把它调用一下 哎 直接呢 写上一个叫做 update goes amount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去做一个 哎 刷新 哎 是不是就10 对吧 哎 10乘1就是啊 OK 那么这这个啊 然后把这个做完之后呢 你我们紧接着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东西啊 首先在这里面 增加减少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写代码 这里面是啊 哎 增加商品的数量啊 商品的数量 那么这个你就要看一下 增加商品的数量的话 我们应该呢 在这边绑定他的 哎 增加世界 那你看一下他俩加号 是不是叫做 add 哎 减号叫做minutes 对吧 那我就可以做了啊 在这里面 直接在下方我们写一个啊 叫做 dollar 点 add 哎 点click啊 点击 click啊 哎 一点击的时候 我会定用一个函数 好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说 我们在这里面呢 那么他一点击 你是不是应该先获取原有的这个数目 然后加一之后 再做一个设置 对吧 所以呢 在这边其实呢啊 哎 获取商品原有的数目啊 原有的数目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不是就获取他的值 对吧 还是他啊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等于 count的啊 等count的 好 然后呢 哎 做完之后 你一点击增加 是不是应该加一 所以呢 在这边啊 写上一个加一 加一的话 本身是一个字符串 加一要做一个转换啊 直接就是plus int count 然后呢 加上一个 一 好 最后 count 好 然后呢 做一个重新设置 对吧 哎 重新啊 哎 设置商品的 数目 那么这个呢 其实还是设置他的值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你要设置值呢 就应该是我们加一之后的 这个值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啊 你把它设置完之后 你注意啊 你一点击增加 它就变成2 下面这个总价要不要变 对吧 所以呢 既然要变的话 定用一下我们上面的这个 函数啊 哎 更新 那么商品的 总价 对吧 哎 总价啊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叫做update 顾色 amount啊 那我们这个增加 其实就写完了啊 你写完了之后 你在这边你就直接 点击刷新 吧 我一点击这个增加增加 哎 是不是就变了 哎 这是增加 然后减小同样道理啊 其实呢 一样啊 把下面的这个东西呢 给它 往下拿一下啊 那么这个应该变成这个 导 到了点 minus啊 minus 这里面是 减少 商品的数量 然后呢 哎 拿完之后呢 这边应该是 减一 对吧 哎 减少一 减少一之后呢 在这边 减对吧 哎 减少之后呢 你在这边 你看一下啊 你在这边 你直接点击这个刷新 对吧 一 增加增加 好的 减少减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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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不是减到负了 这个肯定不能为负 对吧 所以你要在这边加一步判断啊 如果 哎 你减一之后 如果这count啊 它小于等于零的话 那么我就不再往下减了 我的count呢 就保持 等一 一 等一啊 OK 这样的话 它减一 它就减不动了啊 减一 哎 就减一之后 要做一个判断啊 在这里面做一个刷新 你比如说这里面到 减到一 减一 哎 是不是再点就不动了 哎 这是减少啊 那么增加和减少 就这两个啊 然后呢 关于这个增加减少之后 下面呢 哎 页面上其实还有一个啊 这个呢 叫做手动输入商品的一个数量啊 所以在这里面还要再写一个东西啊 这里面叫做手动输入商品的数量啊 那么现在你看一下 手动输入商品的数量 哎 手动输入商品的数量 又或者光标一进来 它要输入 然后输入完之后 它在里面 它是不是可以随便输 哎 它比如说 它输一个字符串 你在这边出来之后 你是不是要做一个检查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绑定 这个 input的输入框 它的这个失去焦点的 事件啊 哎 它一失去焦点 你应该去浇验这个数量 它对不对啊 直接呢 就是 $ 看一下啊 这个另呢 就点那么 上 它的点 blur 哎 失去焦点的时候 执行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 其实呢 还是呢 去获取这个商品的一个 数目啊 获取商品的一个数目 就是获取这个 哎 它的一个值 对吧 哎 我们在这里面啊 直接呢 就是其实呢 就是获取商品的 获取用户啊 用户 哎 输入的 数目 那么这个其实呢 就是dollarzs.value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哎 你这个dollarzs就是这个 数框 获取它的值就是dollarzs.value 等于这个 count啊 下面 输入完之后 用户可能输不合法 所以你要 教业啊 教业 哎 注意啊 在这里面我们要 教业 哎 这个count 哎 是否合法 那么这里面呢 哎 判断 我们在这里面要给大家说几种情况啊 你比如说 用户是不是可能输的不是数字 对吧 所以你要做一个判断啊 这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ease啊 他 如果你输这个东西 不能转化以为一个数字 它不是一个数字字符刷 他就会给你返回一个真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他来判断啊 这 这是一种情况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用户呢 往里面输数据 对吧 输了 我输了一堆东西啊 但是我 我只打空格 我什么都没出 其实呢 有一只给你输一堆空格 那么你这边再获取出来 你获取到的是一堆空格啊 回到一堆空格 那么怎么办啊 把这个你获取到内容 去除两边的空格 看它的长度是多少啊 直接说 字符串 去除空格 对于这个 在GS里面 字符串去除空格 有个函数叫做 trim啊 去除空格 去除完之后 求它的长度 Lance 如果等于等于零的话 说明它是一堆空格 这是这种情况啊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我用户呢 虽然可能输入的是一个数字 但是它可能输入的是一个小于等于零的数字啊 所以这一步你还是要做一个判断啊 那么其实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 转化成一个数字 对吧 然后判断如果是小于等于零的话 这几种条件呢 都是这个 不合法的 你既然你如果都不合法 我就给你写上一个 counter等于 一 好 下面呢 我就可以拿去做设置了 我们将 重新设置商品的数目 对吧 商品的数目啊 先设置一下 直接就是我们的dollar this.value 这个value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counter啊 然后呢 更新 对吧 商品呢 总价 其实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啊 价格 然后呢 在这里面 update的故事 amount啊 然后在这边做完之后 你注意啊 我在这里面 现在呢 我手动输入一下啊 我们这里面呢 刚刚增加减少 已经都做了啊 然后在这里面 手动输入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输一个a 好像点击 还是变成1 对吧 然后呢 再试一个啊 比如说一堆空格 点击 是不是也变成1 然后输一个小10的啊 负1 是不是也变成1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比如说输一个2 正常的 这是不是就变成20了 对吧 然后除此之外啊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输一个2.5 你注意一下啊 我输一个2.5 你点击 它是多少 它是不是就显然2.5 哎 所以这个你也 你在设置的时候啊 在设置的时候 把它强转成一个整数啊 直接就pass int 写上一个 counter啊 写上一个counter 哎 那么这样的话 即使用户输入的是一个 小数的话啊 哎 刷新 那么即使它输入的是一个小数 1.5 哎 你是不是曲折就变成1 吧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这一段的GS啊 G到S 增加 那么减少和手动输入啊 乘的输入 伤 伤 稁 我